這個就是 我在講這個之前的話 可能我們 要先完成剛剛講的 這一個就是143頁 假設我今天希望 針對 2005年到2010年的這個 銷售紀錄的 這個各項產品 銷售量先做一個報表 那裡面當然 不外遇就是它的類別 它的產品 然後它的年度 可是年度的話特別是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我就插入了新的銷售 一有就取得了年 那其實 這個方法其實不見得需要 因為它內建有個功能 自動幫你把 把那個年 直接就是 直接取得年就好 也是內建就是 蘇聯封售量裡面就有一個 自動幫你 把那個年又一直 只取年的功能 那只是說第二個 裡面的銷售金額 有沒有 那這個欄會有沒有 其實沒辦法 因為銷售額 沒有 所以 這邊的話 請各位 自行再進入一個欄位 這個入賣的話叫銷售額 因為這個銷售額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 自行再加上一個銷售額 這個欄位 那銷售額等於多少呢 其實就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呢 它的數量 賣的數量 賣的數量 乘上 它的單價 這樣的話呢 銷售額就出來了 上下填滿 這樣欄位就有 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新增欄位 在蘇聯封售額 也有同樣的功能 只是說在 蘇聯封售額做完結果 跟這邊做的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在這邊做 相對的是 比較直覺 OK 我覺得那個新增欄位的功能 似乎 沒有太大的 好處 所以直接這邊做 好那如果做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可以插入這個 這個所有的數量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說的話 一樣 根據這個143頁要的結果 比如說它希望 它希望這個地方會有個類別 所以先把那個 有沒有一個類 產品類別 OK 總共有三種類別 那品名的話放在第二階 好這邊就有了 那再來的話針對什麼 針對它的 銷售的年 年的部分 那只有出貨日期 所以你可以把 出貨日期 搬到藍 標籤裡面 但是你會把每天喔 那不用每天 怎麼辦很簡單 按滑鼠右鍵 做什麼呢 做群組 群組 群組的話 除了群組喔 他預設呢 是每天嘛 那可是如果今天不要每天 我要每年的話 很簡單喔 你直接選什麼 選年就好了 然後這邊月把它點掉 這樣按確定 有沒有 選 一樣用群組 因為群組還蠻好用的 按確定 2005 到2010 有了 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假設你懶得再增加一個欄位 叫年度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也是可行啦 只是說如果你想要再增加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東西我覺得就看每個人 這個使用的習慣 只要不要出錯就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統計它銷售額 所以把銷售額搬到哪裡呢 搬到那個 值的部分 這樣的話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最後結果了 OK 所以 這個部分 是第1個 我們把剛剛SS資料拿來使用 那再來的話呢 除了說剛剛用什麼 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從 SS之外 我另外再 切到這個工作表 第2個工作表 除了從 SS之外 另外有個什麼 從其他來源 就是啊 這邊有個 query query其實 Microsoft query query就是查詢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跟剛剛的那個方法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 它可以設定篩選條件 也就是說 比如說裡面 總共原來有幾個欄位 它裡面 匯度資料 總共有 到fghi 總共有9個欄位 那當然你揮入的時候可以選擇說 應該是有8個欄位 這個我們是自己新增的 你可以選擇說哪一些欄位要 哪一些欄位不要 然後呢 還可以設條件 不過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這個也會後面在做 都沒關係 那不過因為有這個功能 我們就來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 從其他來源 理論上應該2007以後的版本應該都有啦 然後呢 從 Microsoft query 那它這邊有時候解釋一下 它說可以 有個查詢精靈 那精靈的意思就是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OK 然後甚至可以從什麼 ODBC ODBC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建一個 這個 這個 Opendatabase的 Connection 應該是Connection 我記得沒錯 它意思是說 如果你很多資料庫 你可以用這個ODBC 做一個 等於是一個 橋樑的工作 然後你指向那個ODBC的連線 它就可以去幫你把資料搬到 Excel裡面來了 OK 假設你沒有一些資料庫 的資料 你要把它放到Excel 直接存取的話 那也可以用這個來做 那第一個點擊它 那如果說我今天假如說要用剛剛的Excel資料庫來練習的話 那我就選擇 最下面這個 叫 MS Microsoft SS Database 當然呢 如果說你有其他的啦 你就是自己用其他的方式來連線 那接下來按確定就可以了 選擇 資料的來源 按確定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它會跳出一個 這個 讓你選取的視窗 那不過我是比較 比較討厭 比較不太喜歡 我覺得它這個選取 非常難選取 因為 它這邊只能選擇 C碟 或D碟 那我剛剛放桌面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 要選取就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把Excel直接負貼到 C碟算了 因為這樣C碟底下 就直接可以看到 這個Excel資料庫 不然說我還會找好多層 因為我是放在 我的users裡面的哪一個 user跟哪一個什麼路徑跟哪一個桌面 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乾脆 把它先貼到 這個 C碟底下 根目錄 它比較好找 我覺得是它的缺點 按確定 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已經幫你抓到了 抓到什麼 抓到這個裡面呢 有哪一些的 資料表 就是這個 資料表 有一個 Sale SaleData 然後問你說 這些欄位你要哪些要 哪些不要呢 如果你全要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 直接按一個箭頭 這邊是要的 全要了 如果你哪一個 不要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再不要 或者全部不要 這個全部不要 也就是說 總共有八個欄位 那你可以選擇說你哪些欄位要 哪些欄位不要 尤其是說 如果人家給你很多欄位 你真的完全用不到 那你要做報表的時候 那些欄位都是多餘的 那你就可以不要選進來 OK 我這個 是我剛才全選 全選的話 就直接選這個 箭頭 OK 第一步 那因為它是一個精靈 精靈的下一步 OK 下一步 好 再來的話呢 它要問你說呢 你要不要指定篩選條件 我條件要 因為我們要什麼條件呢 這邊我們好像就是 要什麼 2010年的上半年 消失 所以2010 所以 我們要出貨日期 這邊的話選擇出貨日期 要怎麼樣 要2010 好像我看一下 這裡面好像2010 就最新的 所以應該什麼 或者用竊魚吧 如果是 你可以用大魚啦 因為這邊好像2010 就是最新 或者你可以用竊魚好了 竊魚應該比較安全 這邊有沒有一個竊魚 竊魚有沒有 開始魚 開始魚 好像這邊沒有 不包含 它把它當數字卡 不然我們就先用那個 大魚好了 如果這個日期大魚 哪個時間點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2010好了 2010 這邊的話就是 2010 直接給它一個 或者這個單位喔 大魚2009年的 斜線 12月31號 這天之後 全部幫我把這些之後撈出來好了 這就一個條件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針對不同條件 去設 不同的 篩選 OK 其實這個功能呢 在Excel裡面也有篩選 其實也可以用Excel裡面 下一步 主要鍵是哪一個 Key是哪一個 Key是出貨日期好了 然後它遞增又還是遞減 我們也許遞增好了 越來越多越來越後面 OK 下一步 然後他說 下一步要做什麼 將資料傳回到Excel 然後給它完成 那你會發現 它問題是一樣嘛 要放在哪裏表格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資料就幫我全部放過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出貨日期喔 就剛剛好是2010的 上半年 我看看這邊有沒有下半年的 好像就沒有 有沒有到6月剛好29號 如果未來 假設有的話 你可以 你還可以再利用什麼 這邊有篩選嘛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那個query 那個Microsoft Query 反而 它的篩選的方式 還沒有這邊多了 因為這邊日期喔 我們剛剛沒有那個 介餘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介餘 你看這邊 有沒有介餘呢 有介餘 有沒有 所以喔 你可以 把 假設你那邊篩選不ok 你可以再把它 匯都要扔 再做一次篩選 沒有問題 結果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OK喔 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邊就是 利用那個 Microsoft的那個 query的功能喔 可以 做出我們要 取得我們要的資料 試試看 謝謝